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研究院的今夜节目 这一期我是特别想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川普总统我对他的批评还是比较含蓄的 但是有一些政策我是批评的比较厉害 比如说他的经济政策 我基本上是从几年以前开始是给他的经济政策前半否定 但是不过是在我的自己的小院子里面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还是很少讨论 但是我还批评了一点是川普总统跟媒体的战争 我说你弄成我一个月一处吃饭 别人就说假媒体假新闻 知道吧 弄到我一种职业的侮辱感 所以这个我就是对川普总统的意见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这一次的我们知道我也批评 我长期批评福克斯 我也是批评这个纽约友报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川普总统在6月5号吧 发表了一个就是说他认为选举还在进行 他并不认输 那么这么一个演讲 然后只在民主党造假 但是当时有四大电视网正在直播 包括川普总统被认为是宣言部的这个福克斯停止播出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好像很快没有几个小时 纽约邮报就是支持他的唯一的一个算可以说保守派小报吧 居然是说川普总统的指控是没有工具的没有理由的 那么这种说法呢几乎是全世界的脱榜头条 全世界的脱榜头条 从欧洲到这个亚洲我都看了 基本都是说没有证据的指控 那么正是英英子来抵达电视网就把他推销了 我后来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个消息 美国基因也是这么说 我们知道美国基因来了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局管 你知道吗 这个人是我可以用四个行情来形容 叫灭尖人性 为什么叫灭尖人性呢 他把美国基因一批啊 比如说在这个东欧的一批记者 美国基因把他们录音录音起来以后呢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女种嘛 但是呢他就进行清理 认为他们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就把他推回去 这些因为他帮助报道 美国基因帮助报道了一些 就是非民主国家的一些事情 他回去以后是有危险的 但是这个局管完全不在乎 所以我对美国基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心了 就是他主管一下的美国基因和自由亚这件事情 我根本都不看 但是没有想到居然美国基因出了这么一个报道 就是刚才在上一个节目里面 郑志光先生跟我讲的 您怎么评价这个事情呢 郑志光先生 为什么全世界的媒体都搞这么一次行动 为什么纽约邮报这样的小报 福克斯这样的新军部也出来去路警下石 大家好像所有的媒体都是几乎在一起对川普总统是路警下石 那么有人说这是媒体的一个滥用权力 有人说的是媒体的报私仇 也有人说了就是媒体的品质 是媒体救了这个美国 你怎么看着这个事情 我当然认为是最后一点意见比较靠谱 大概是杰斐逊吧 说过这个宁可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报纸 这个就是要指的是媒体的作用 对吧 这次在这个大选那个关键时刻 川普总统准备耍赖这个输赢打药的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媒体 我刚才特别注意的就是纽约邮报和美国之音 这个美国 纽约邮报是挺穿的 对吧 这个美国之音他是这个主管是川普总统 这个花了很大力气这个认命的 还有这个 因为级5% 对 还有这个这个福克斯 一直是福克斯一直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 他们是这个 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很鲜明 就是超党派的立场 超党派的立场 这个我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的表现 所以这个媒体的这个 这个表现最终没有让人失望 最终没有让人失望 毕竟这些媒体和这个和这个自媒体不一样 自媒体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快 快的中间的有大量的这个问题 就是罗伯快的不行 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很少有人使用自媒体的东西 真正自媒体的东西都是媒体人 他自己的个人的推特啊 个人的社交账户很少有人一个人 他不是媒体人 然后他就发布成为一个媒体网站 很少很少 对对 中文世界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所以中文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摇尼 占了指导地位的一个世界 天天我们又在使用中文 对啊 所以我们可能看美国政治呢 会有偏差 因为大量的这个中文 我觉得翻译里头就有很多问题 完了以后 并不要说这个本身这个世界里有的谣言 他在把这些谣言传过来 你像有一个视频 他就是这个说这个投票员造假 最后有人说 你看看那个油箱上面那个灰 那个灰明显的不是美国的国灰 这个我觉得一目了 但是呢 你看那个底下根屏完全不在乎 你说了他也不在乎 还继续在那说 而是这造假 所以我觉得需要有分辨 但是分辨确实是个苦的问题 你像那种纽约时报这种传统的媒体 他做 他可能在快上 现在赶不上那个网络媒体 但是他那种 传统媒体的作风 我觉得是有的 就是这种 还是比较认真 一个深度报道 可能得准备好几个月 甚至半年时间 你像水门事件那个记者 他对这个川普总统做了18次采访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 这些人的 这个这些媒体人 他们也都很谨慎 很在乎自己的 所谓的明节 我觉得一个正常社会 大家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这个中文世界里存在大量的这种 叫割韭菜 割这个粉丝的韭菜 那你粉丝喜欢听什么 我就听 我给你说什么 那么最后让粉丝 把这个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你就觉得 很多平时很正常的人 到这种互动中间 最后也就不知道什么样了 那总体来说呢 我是觉得这次 实际上不光美国媒体 全是整个西方世界 也都在关注美国的大选 我看到的是德国的 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 都都在说应该 每张选票都应该被统计 德国最右翼的 这个政党 也能也不能理解 川普总统这个表态 大选这个没有结束 怎么你就要停止机票呢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这次川普总统 这个不打算承认 这个这个机票后果 那也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有有有公信力的媒体 来支持他的看法 所以我想呢 应该是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这个政治生命 暂时告一段落 有人说他2024年还要再来 据说是CNN报道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这种潜力 就是说前任的 有副总统有再竞选总统的 像拜登就是吧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我报告一个小消息跟你啊 这不我不知道是不是CNN报道了 我真急得地方拉到 急得你跟我说 因为共互党的人呢 想不要让川普体面的离开白宫 从小孩一样 对只能告诉他一个最体面的方式 2024年我们再来 但是这全是八卦啊 对这可能是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那个CNN的一个主持人 白头发叫Cooper 他说话就非常不可惜 他就说这是美国总统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他现在把自己搞得像一个乌龟翻了盖 在被焦仰烤着的一样 所以这个说你的实践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给自己保留一些体面还是比较好 我觉得共和党呢 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 可能也得考虑未来四年怎么样重新修整啊 怎么样四年以后卷土重来啊 拜登显然四年以后 我觉得拜登自己没有吐口 他没有说四年以后不竞选 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太吸引人了啊 也可能干完四年 他觉得他还能再干四年 像黄天界五百年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拜登也好 哈瑞斯也好 并不是最好的人选 这一次民主党 因缘计会是凑成了一个 拉川普下台的一个班子 就恒情说的 就想拉川普总统下台 我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 在野党就是要 就是要监督你执政长 就是要拉你下台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恒情一贯说 老这样说 我就想到这儿就说一句 那我先说一下 你说完了吗 对 您说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被各位讨论过程当中掩盖了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涉及到民主制度的根本 刚才这个是徐光在引用吧 拜登的话叫做每张选票都要记录 这个话的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就错在他假定每张选票都是合法 都有效 都有效的 那如果有一张非法选票应不应该查出来 如果非法选票可以同样的按享受合法选票的待遇 那么是不是主张掩盖这个真相的人自己也参与了 这个小农王你要是这样去质问那个谁啊 质问拜登 他肯定会同意你的看法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真正要谈的 很简单的就不言而喻的 他不能说这个每张选票 包括非法的作弊的都应该被记录 他不可能 我知道 他们是老政客讲话圆着呢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麦克纳尔 我想问的是 麦克纳尔说的话吗 不 旭光 请你停一停 让我把最主要的话说出来 OK 你们有没有想过 美国还会有真的选举吗 如果这一次 这种情况不被查究 那么今后美国不需要选举了 你的意思 只要造选票就能当选 你的意思 纽约邮报 我觉得你应该把料报给 也不要把报纸看得太神圣 这个我从来没把那个喉舌当报 你没有说把报纸看得太神圣了 我想说的是 我是没有把小农看得太神圣了 你也不用看我 我现在说的是这个 从这个影响我来讲 肯定纽约有个报纸影响力大嘛 不 我现在没跟你谈报纸问题啊 我现在谈的是说 如果有大规模修改选民数据 并没有得到确认 你说的是个系统性造假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问题呢 我给你讲啊 你能不能够别 你老让我别插你的话 然后你我讲半句 你读我半句 我就没法讲啊 现在你闭嘴吧 一报还一报 然后我想说的是 如果这个事情之所以没有去举报 非常可能就是 我问过计算机专家 电脑专家 他告诉我说 他只要把修改数据库的 所有的电脑内存的记录 删除掉清干净以后 是可以在技术上消灭痕迹的 所以除非是有牲喉 自己参与了修改 就那样子也很难办 我真正关心的是 如果这成为常态了 美国就成了一党专制的国家 今后没有选举 原因很太简单 不过下次选举 下一次的四年以后 仍然是执政党 仍然是通过造票的方式 然后每个州都会有 比方讲比选民多20%的票 然后人家永远当选 美国选举就这一次就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的民众观察 观察者们在那里兴高采烈的 为拜登上台欢呼 也许你们的欢呼 包含着葬送美国民主的一次掌声 说完了 我赶紧抓紧时间说两句吧 我赶紧抓紧时间说两句 给你们加一句 让我回忆一句吧 小冬啊 你这么对美国民主 这个如此攸关的一个重大事件 不应该只在推特上出现 你应该向FBI举报 用不着 我已经找相关专家问过了 没用 你说的那个计算机专家 我觉得那个很水 这个可以复原的 这个啊 咱们这个问题 交给法律 我没有那个小农那么悲观 我一直对美国的这个制度 还是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这个事呢 交给法律 那个川普竞选团队当中有非常 这个事本身就小农一个人发现了 你交给什么法律啊 他又不报 你作为公民 你也不去帮着小农去 我已经在推特上 我也发 对 我姐都给我发email 都在那个微信上 email都在说类似的事 给你发 你得给 你得给法律部门发啊 我没有证据 他们会做的 那些人 好多人 我们要做的证据 我不是 我不是做这个工作啊 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公民 你应该有这种意义 我不对 我对你们的那个 认为呢 这个媒体 现在 是没当事 小农说了半天 你是没当事 不是因为那个有 又60万人造假 这影响川普总统下来 你到底是不是川普总统支持者 你到底恨不恨那个拜登 你到底犯不犯 我不恨 我是他的支持者 但是犯不上恨 你是拜登的 有法律 你知道他什么支持者 不不不 你别 你别在这儿起荒 你虽然说这个 你支持的候选人 这个当选了 你也不能这样的 对待我们 我当然开心了 这会儿不开心 我什么时候开心 呼唤三回来了 对 但是呢 这个事儿 我一直认为 这回的这个 在媒体的表现 媒体表现非常令我失望 尤其是像我一直 一直非常喜欢的 这个New York Times 我觉得这回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失望 这个 你像这个 这个别人不报 别人不报的 像这个 这个New York Post的 这个 这些东西 最后呢 始终不转载 始终不 不去报道 这是真是令我觉得 是非常的 非常的 我觉得我都有点 觉得我以后 不会想去再看 New York Times 你像这个 我原来是一直是 New York Times 长期的看了 20年 然后这个 像这回呢 另外一个 这个像CNN 我们家过去呢 就是一直在看CNN 只有现在呢 我们 现在你看 我在我们家 少数啊 现在连我太太 都说 就搬到那个 Fox News去看 对吧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原来我女儿一说 我有时候会搬到 Fox News啊 我女儿马上就批我 你怎么能 爸爸你怎么能 看Fox News Fox News是极右翼的 尤其是 长汉那里 你怎么能看 长汉那里的东西 我说 我想看看 监听则明 那时候还得 窃窃 偷偷了 对 现在我跟你说 连我们家的医生 所有CN都没法看了 你知道吗 都得搬到 Fox News去看 而且应该说 你们我不知道 你们看不看 Fox News 你要看看Fox News Fox News 现在是非常公正的 真的 左右两派都在那儿讲 有你 Jingrich在那儿讲 也有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议员在那儿去讲 所以呢 你你你去给他带上 这个这个 说他是纯粹纯右翼的 他表明的是自己的观点 他只是自己的观点 而这回 像 有党派立场可以的 有底下 对 这个没问题 但今天呢 这个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无视这个 无视这个 这个事实 然后上来呢 那一讲就是 纯粹是他那个 党派 我说的那个 Coopers的那个 那段视频啊 那个 Fox也转了 Anderson Cooper 我原来是很喜欢 Anderson Cooper的呀 可是后来 我就最近这个 看他的一些 他老伤你感情吗 我 我跟川普有啥感情啊 我这不存在 但是我是他的支持者 你他的距离最新嘛 对 我从原来 我不投他票 到我这次 我坚定的去投他的票 这个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 一个变化 对吧 但是我觉得 横清你不应该算川普 你算川普总统的 策略性的支持者 如果把拜登换别人 你可能就支持 没有 我觉得还是原则性 还不是策略性 是原则性 还不是策略性啊 不是策略性的 纯粹是原则性的 我觉得 因为在川普 在对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策略上 这个战术上 政策上 但我完全支持啊 对吧 他的具体做法 而一旦上台了以后 我觉得我就 现在就挺担心的呀 担心这个 这个Joe Biden 和这个Kamela Harris 他们的后续的政策 我真的很担心啊 你不担心这个川普总统 对这个美国宪政民主的 这种基础的这种侵蚀吗 我真的没看到这一点 你比如他 我原来老讲呢 是他从这个Paris回到美国 他就信心满满的 非要搞一次阅兵 然后呢 要为他的下一届竞选连任 那时候他就 那时候他正是高啊 那时候失业率 这个百分之四 然后经济是高歌猛进 对吧 军事上取得各种这样的 这种钱 这个友好的 各种各样的成绩 对吧 他那时候就是想去阅兵啊 他想去看看 说美国到底有多强大 他自己多牛的一个总统 对吧 可是呢 就是我们华盛顿DC的一个市长 连一个独立的州都不算的 这么一个地方的市长 就把他给block住 就是一个原因 没钱 对吧 没有这预算 你这把我路压坏了 不行 然后就是不批他 对吧 你说他想搞独裁吗 你说他想像金正恩 像习近平一样 根本不可能 你如果不是这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们怎么会来到美国呢 我觉得这一点绝对不会的 小农子没这信心啊 我觉得你们对拜登信心太大了 我对他哪有信心 我对他virus了 你设不许光可能很热爱拜登吧 谈不上 谈不上 你那个也不相信 坚定的不相信 拜登有任何跟中国的勾结 太讨厌 没有啊 我从 我说我从来不给他打保镖 哎呀 我们反正 我觉得而且 看着美国正在 从未来四年 我们应该紧盯着拜登 有什么问题 我就怕你盯不了了 原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没有 不是四年 下次选举 如果这次一模一样的 如法炮制 那会儿 你们连找到证据的可能性都没了 所以我刚给 那个横行说 我说小农没那个信心 不过你得看啊 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看 拜登现在 现在这个 就算他这个 这个正常呢 咱们刚才已经说了 正常的 1月20号 20521 入主白宫 然后是什么呀 马上第一个大的挑战 第一个大的挑战 就是预算过得了 过不了 OK 拜登我们要追问 哪一个节目的讨论 你继续骂一下媒体 我发现你刚才的媒体的 骂的理由还不够成分 纽约油 为什么要准在纽约油报的垃圾呢 我就不明白 我们不 那我们 我还是有立场 有观点的嘛 所以呢 那个垃圾的部分 我就忽略不记了 OK 好 那个 你先别好 你先别好 就我为什么对 拜登 没有那么大的忧虑呢 他就是一个 老建制派 哎呀 你下一句要讲的 等一下另外一句 你不要激动 好不好 那这个 还有 陶杰先生讲的 他其实上一句已经讲了 他就是其中 批评美国的媒体 他认为这个几大电视网啊 直接不出这个 这个 这个掐掉 这个直播节目 是很糟糕的 他像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权力太大 他自以为是 他说应该把 权力大 是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失去自信了 失去自信了 这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